台东市资本地区 在15号凌晨金船凶杀命案 两名林姓以及卓姓男子 疑似彼此间有嫌隙 宁男池顿气攻击了卓男头部之后 逃离了现场 导致卓姓男子的头部外伤 出血倒卧房间之中 其他同事在上班的时候 发现立刻的报警 警销到场的时候 证明卓姓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在不到三个小时之后 警方也将犯案的林姓男子逮捕归案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警方拉起封锁线 正在案发的现场进行采针的工作 据了解这起命案 发生在15日的凌晨 一名林姓男子 与先前任职在资本地区的 某工厂的卓姓男同事 发生了口角纠纷 疑是因为怀恨在心 在15日的凌晨 前往工厂的宿舍 此现场的木棍 将卓姓使者殴打致死 而卓姓使者的同事 在15日一早 多次联络卓男 但却毫无回应 在前往宿舍时 才发现卓男已经明显死亡 急忙通报警方处理 而警方在接获民众报案后 也立即通知地检署 并在通报后的三个小时内 在市区的鲤鱼山附近 将林姓嫌犯逮捕归案 本分局初步调查 林姓男子与卓姓使者 发生了口角纠纷 变形木棍殴打死者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后 随即向台东地检署 检察官报告 由检察官指挥 本分局与行影大队 共组专业小组 调阅现场及市区的 监视器影像后 确认了涉嫌的身份 持居票 在台东市的鲤鱼山 查获林嫌盗案 死者的死因 我们待检察官及法医相应后 再行确认 我们全案依杀人罪来侦办 台东地检署也指出 在接获警方通报后 随即指派检察官进行侦办 同时也核发了居票 将林姓被告拘提到案 同时在15日的晚间9点 与死者的家属 会同法医 完成了相应程序 经过询问林姓被告后 认为林姓被告 涉犯刑法杀人 加重窃盗罪嫌重大 并有逃亡以及篡政的疑虑 在16日已经向法院 申请积押禁件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